优优独播剧场 盼星星盼月亮 好男团终于把孙丽娘娘盼来了 这一期里兄弟们的心思 不用想也能猜到 无论电视机前还是电脑前 大家的状态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想想咱们邓队长早早放出的狠话 只要他敢来我就撕碎他 不管是谁 是谁 一般叫嚣最厉害都是最没能耐 我已经提前宣战过 我已经提前宣战过 虽然机智的队友们早已看穿了一切 那其实要你撕他你真的撕还是不是 我不会手软 不会手软就是你自己 不过邓队长想要和娘娘一战的绝经 刚开始应该还是真的 这上来的第一个环节 这两人就持续交转 大战无数回合 打到难分难舍 我说邓队长 说好的气势呢 说好的家里是国王呢 这才一个回合 我们邓队长就伤痕累累了 他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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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说的用指甲抠我 谁看到了吗 我说真的 没有 我们都没有看到 历此为证 我下一把不会放过他了 真的 真的吗 他抠我大腿哥啊 你用脾气是这样吗 其实就是这样 我要替全国的男人们说一下 我会为你们受过的伤害 能够付代价 真的很痛 这个是无解的 奔跑吧 大腿哥 男子汉大帐法说到做到 邓队长也是会反击的 虽然不知道 邓超这番狠手换来的后果 到底是桂键盘还是榴莲 不过这紧接着的下一个环节 孙力已经漂亮的完成了复仇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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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完了PK 怎么也得来点专业技能 这一家子又是影帝又是事后的 一见你就笑的游戏 轮到这夫妻俩 自然也是看点满分 游戏开始 娘娘也开始放狠话 哭你比不过我 我有一堆伤心事我告诉你 事实是这样的吗 赵哥你在家里面是这样的 他别人在家是不是这样 这个事情呢 特别 他哭了 我给你拿点纸巾去 天哪 娘娘果真不是盖的 当然 我们的邓队长也不是省油的灯 开始灯 爸爸 爸爸 爸爸我也要啃的 滚天使 你这样子好怪啊 他不看我们 这边笑的功力究竟谁更胜一筹 这时候需要我们的神队友及时上线了 在孙丽的悉心教导下 探讨我 研究我 邓超竟然真的爆笑了 你做这个东西呢 只留下一脸错恶的我吗 你们夫妻俩的笑点真的只有你们自己能懂啊 这是什么梗 这是什么梗 他那时候邓超妈妈叫他说南昌话 我还没做完呢 你还记得宝宝的舞蹈吗 你看一看 主要他学的没那么像 但是我知道他在干嘛 这个就受不了 就是马上想到你妈 这是男主的画面的 对 哇 这个真的 娱乐摸场编辑吧 孙丽终于上跑男和邓超相爱相杀 大伙是异常所愿 不过 这对活保夫妻之间的战火 显然没有停息的意思 这一打着机会 两人又开始了互相挤推的模式 请用三个成语来形容邓超 超哥 超哥是不可能 有别的词可以形容的 一定是好话 真的是玉树林峰 然后才智多谋 才智多谋是什么 不是正确 我要做军师吗 足智多谋 我想送给超哥的第一个字是鹤发童颜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我的超哥哥呢 超哥哥 哎 当时现在真的流行那个奶奶会 对 好 第二个是什么成语 没心没肺 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家超哥哥呢 对 那邓超属于是这样的 他跟你聊天 然后他很喜欢跟人聊天 你知道吗 娜娜 呀 哈哈哈哈 干嘛喷口水呢 然后聊着聊着以后 经常抬头他已经睡着了 哇他太累了 就还知道上个成语 发动 说谁就睡 经常这样 第三个成语 第三个成语 吹毛求疵 哦 这个又没心没肺又吹毛求疵 这人挺分裂的 我觉得做邓导演 工作人员 真的特别辛苦 我觉得那是要求严格 因为超新比例的秘密 有些是富足皆知 但有些可就只有孙丽一个人最清楚 比如邓大队长最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 哪种 你觉得是哪种 撒娇 他喜欢发点撒娇型的 他自己就很爱发点 邓超最容易被发点撒娇型的异性吸引 你可不可以对孙丽发点撒娇一下 两个女人看谁更 我会中毒的 瞧这甜蜜秀的服务器合体果然是所向无敌的 既然如此 咱不妨提高难度 挑战一下高难度杂技动作 双人高空穿衣 没有扶手也没有靠野 脚下的踏板还在不停晃摇 要在这样的高空穿上衣服 一般人还真玩不成 不过邓超和孙丽可是多年夫妻 这默契自然不一样 我看着好舒服啊 好像一个舞蹈动作 这是两个人的量 一个一个穿 不能一二三 一个穿对 一个穿是对的 不 不 不能 不能 先穿的容易 因为后穿的那个 那我先穿 哎呦 什么意思 我很不爱亲爱的 两个人不要秀恩爱了哈 连袜子都能穿上 连第一裤就是小菜一碟了 你看倒计时都开始了 邓超依旧不慌不忙 还轻心记紧了腰带 还还有空打蝴蝶结我的妈呀 我顾子现在乱掉 乱掉就羞羞了 好放进去好 好 整理一下前面的心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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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呦哎呦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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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好两个人来比一个爱心吧 一 二 三 成功 高通挑战很成功 邓超 孙莉是溺死一群人 不过转眼之间 两人又翻脸了 还记得不久之前的枕头大赵吗 落败的邓超可是一直耿耿于怀 听着我 在家里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赢过 去一次让我赢好不好 真的 还有我要告诉你 用这个帽子之后 你的招风耳就突出了 来 游戏还没开始 邓超就采取言语攻击 也难怪孙莉火冒三丈 皮头盖脸就开杂 话别那么多 来 我觉得他现在有点 不会啊 你傻呀你 你挠挠挠挠挠 现在邓超在用言语羞辱娘娘 她说娘娘傻 你瞧瞧 这又是抓又是踹 邓超都倒在地上了 仍然不逼不饶 这样的娘娘 咱们不得不再一句 太霸气了 太霸气了 怎么样现在的心情 真的很没有面子 离当众亲你好像又远了一步 是吧 对 因为不重要 但我觉得在这么多人面前 作为一个 对作为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 听出来了 你好 有这么一个认打认罚的老公 难怪都结婚多年了 孙莉还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贵哥 小高 娱乐工厂编辑吧 今年几乎霸占了一整年小银瓶的男神胡哥 最近又成了承包各类颁奖礼 盛典红毯的霸主 当然了 一起承包头条的 还有他身边的一大票小鲜肉和老干部们 从伪装者到狼牙榜 从霍建华 云红到静东 王凯无垒 我好像已经隔着银瓶 听到了一大票你观众的尖叫声了 这样吧 话不多说 赶紧去红毯上领走你们家的男神 作为最受瞩目的电视剧颁奖典礼之一 今年国具盛典的红毯上可谓是星光翼翼 你瞧 既有身穿一袭抹胸长裙 性感亮相的迪丽热巴 还有身着宝蓝色脱威礼裙 携手李志亭闪亮登场的陈乔恩 以及和杜淳手挽着手 甜美式人的卫妇人马苏 不过 除了这几位 其他女性到不约而同走起了中性风 黑白配干练出场的安小主陶金然 黑色裤装帅到眉边的林心如 以及身着鞋尖白衣 酷炫登场的唐燕 绝对让你眼前一亮 女神们个个耍起了裤 男神更是火力全开 刚红小鲜肉中 具有一身印花西服现身的杨阳 韩国偶像池昌旭 以及身着豹纹西装 携手狼牙榜剧组共同亮相的吴蕾 而成熟派中则不乏四爷吴七龙 奶爸刘凯薇 和身着大花西服的陈浩铭 蒙爸们出没的地方自然也少不了一大波可爱的小童心 瞧瞧果然还是小米月最强劲了 小蒙娜们蒙死人不偿命 而情侣档们则是恩爱秀不停 那边任洪和张欣义刚甜蜜亮下 这边大黑牛李晨就小心搀扶着范爷缓缓而来 不知道电视机前单身的小伙伴们还好吗 不过要说比情侣档更让人尖叫的 恐怕还得数下面这位 演好首美低音炮的敬王王凯 没办法 谁让人家签完名还不早 愣是在红毯中央区等来了名家大哥近东呢 瞧瞧两人在后台又是热情拥抱 再来个体贴锤尖果然是哥俩好呀 当然大哥和二哥都来了 名家三兄弟中的小弟胡哥还会远吗 当当当当 人家这就牵手程锦云王乐军登场了 虽然红毯上有美女为伴 但到了那场胡哥依旧和老朋友霍建华成了搭子 这热聊不断的画面 好吧咱只想问一句 你考虑过前排王凯的感受吗 大哥是好哥们 谁的不是谁的都一样 对对对 玩笑归玩笑 胡哥赐责可是有点压力山大 咱们还是暂放他一马吧 问怕了 你们不要再问我们那样的问题 不管再怎么开玩笑 我跟他的友情的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我们就是好朋友 大家现在说你是百当 还是就是很多人的CP 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天旁步手 天旁步手 就是一个单人旁 然后 什么字都能跟我拼成另外一次 游乐某场北京采访报道 最近红台上的热门话题 似乎总跟我们的梅宗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上周五上海的一场时尚盛典上 他和前任江书银 以及传说中的前任杨幂同场 也是吸引了大批小伙伴的眼球呢 当天的红台上依旧是行光一夜 名嘴蔡康勇一身招牌恐龙妆 一登场就吸引了全场目光 而此次亮相 蔡康勇除了预告自己 即将带着小S跨界隐含 还有一个特殊任务 因为小S叫我一定要跟胡哥说 他最近有多喜欢他 所以我有这个任务 等一下要替小S带回去胡哥对他的赞美 那等一下胡哥会来到现场 你可以亲自告诉他 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逼胡哥 就是录一段赞美小S的话 让小S可以开心一下 说胡哥胡哥到 蔡康勇这话音刚落 咱们的霸屏男神就闪亮登场了 你瞧 他不仅对小S求赞美的心愿有求必应 其实我也有在微博上看到 小S很喜欢狼牙榜 然后他说胡哥没有去康熙来了 挺遗憾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 康熙来了没了 比我没有去更遗憾 甚至还表示 愿意参演蔡康勇指导的新电影 我说苏哥哥 你这是年末促销大仇兵吗 相信他们肯定会请你来客串 或是当主演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啊 你看蔡康勇哥 当然 能和苏哥哥撤上关系的 可不止蔡康勇和小S 胡哥与前女友江书颖分售后 首同台 才更是美光灯的焦点所在 不过 与想象中黑脸闭寒的场面不同 面对媒体似有所指的发问 江书颖倒显得颇为坦然 你是不是也比较反感 就是媒体可能把一些focus的点放在 比如说感情上 我不会反感 我觉得这是对于演员的一个很 一个工作嘛 这是你们的工作 我也有我的工作 我觉得不会有一些很负面的情绪 所以也不会拍 就是以后会再排斥圈内人吗 随缘感情的事情随缘就好了 不用想太多 当然 除了胡哥和他的小伙伴 占据红毯的半壁江山 其余的红毯嘉宾也是大有来头 票房收割机徐征戴上墨镜 再配条深色花围巾 活脱脱一副大老发 明年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动作 除了准备自己导的电影 也会有兼致的电影 和自己主演的电影 而最近大屏的太后孙丽 照旧一头利落短发 短短几步走的是霸气十足 同样吸引眼球的 还有近来鲜少露面的张伯芝 身穿全球仅一件的裸色漏空长裙 配上仙气十足的容颜 轻轻松松投入住全场 在这里跟你们说 生生生日快乐 谢谢啊 而到了那场 换上一袭蓝色透视长裙 创起那首熟悉的心欲心愿 有没有让你回想起那个18岁的张伯芝呢 年底大了 时尚活动呢 就特别的多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我们集中浏览一下 全王周世明家的胖轩最近减肥成功了 要说小萌娃瘦身可不像大人 健康很重要 所以全王老爸选择的运动路线 绝对是明智的 虽然已经不是胖轩了 人见人爱的萌劲还在 只不过大伙想要跟他聊个天还挺难的 现在这两个人在哪 怎么哭了中间 人家在这个方向面上 是哪个超级苦 超级苦 超级苦 那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这两个人说 我觉得大家太熟了 我们都想让穿这方向的 来先生来先生 先生 来先生 给大家打个东西 讲 大家好 叫什么名字几岁快 叫什么名字是谁 大家好 我叫周明轩 我今天四岁半 大家好 我叫周明轩 我真的四岁半 大家好 我叫周明轩 我快四十 啊不到 那你来评 你叫什么 快 我的腿要断了 快 娱乐梦场北京报道 明星走红毯最有看透的 当属无畏严寒 整齐斗艳的女神了 刘依菲 以一身白色脱地长裙亮相 清新脱索 景田的抹胸红裙 绝对堪称最闪亮 而Angela Baby 一身粉色短裙 可爱又不失成熟魅力 我今天的着装 这感觉自己夸得点 而今天就是以粉色 然后 多爱又有一些少女的 那个 有一些少夫的感觉 相比这几位的华丽 杨子山孙丽唐烟的短裙 走的则是简约风 快有过年了 然后年末 大家都是很喜气洋洋的感觉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 看过了色彩各异的裙装 再看看女神的中性打扮 也别有一番风味 妮妮的裙裤帅气十足 王罗丹的长裤搭配低胸上衣 还真是美丽动人 有一点冷 还是能够迎接夏天 一个春天的感觉 相比于女神之间的硝烟弥漫 男神倒是简单多了 韩庚 窦霄等男神集体亮相 情依色都是西装 至于杜江和霍兹燕 这恩爱夫妻何体亮相 当然不能不提家中的恩恒了 她今年就是 被家里贡献比较多 带孩子的带来之后 带孩子带了很好 然后也拍了她的几部新的电影 家里不是一般外照 所以明年可能 她的这些作品 大家见面 希望我们也都支持她 娱乐某厂北京采访报道 春节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猴年将至 有一位老演员 就顾得不提了 是的 就是你们想的 我们的美猴王孙悟空的扮演者 六小林彤老师 如果在咱们猴年春晚的舞台上 能看到猴王出山 是不是一件 特别令人欢欣缺悦的事呢 即使关于上春晚这事 美猴王自己也是热情高涨的呢 下时代就看你们了 究竟是何方神圣 让天不怕地不怕的美猴王 都说出这样服软的话来了 其实还能有谁呢 说的就是时下最热门的小鲜肉们 我看到他们都你看很有礼貌 像那天张艺兴直接到我的化妆间去了 说老师你好 说老师在化妆呢 他说我现在给你这个等应 好像像请安那样的 非常的礼貌 他说我的爷爷讲 现在要拜访您一下什么 我们聊的都非常的顺畅 像吴亦凡等这样的一些偶像集的演员 如果参与的话 你要让他演唐僧 可能我都觉得不一定合适 对吧 但如果演个龙子啊 演个小白龙子那样 怎么会不可以呢 要不怎么说六小灵童的人气 可以上到九十九下到钢灰走呢 猴哥的影响力那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只是影响力太大了 会不会也让人有点困扰 像我在北方待时间长了 见了我就说猴哥 有的叫齐天大圣 有的直接更随意了 没有觉得他们是一种贬义词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把你当自己人 把孙悟空的形象 当成他们自己的朋友了 正值猴年春晚来临之际 拥有身后群众基础的孙悟空 自然成为了呼声最高的人选 虽然一切还是未知数 不过可以让人放心的是 六小灵童本人也是时刻准备着 和大家一起共度新春 我们台里有关领导见了我也说了 就刚才您讲的就网上呼声最高的 希望六小灵童出现这个晚会 六小灵童不出现怎么叫猴年春晚 我说不能那么说 凡是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职工 我现在在积极的等待 我们台里做出最后的决定 我甚至把年三十 本来要去新加坡的出访活动 全部都退掉了 哪怕就是没有上 我也会非常高兴 至于经典的西游记形象 究竟会如何再现 不用等到春晚当天 赶紧让六小灵童本人给咱们套路套路 我想唯一不会变的肯定是我电视剧的形象要出现 对吧 因为这个形象大家很熟悉 至于内容 现在我们还没有商店 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把高科技的一些含量融进去 把魔术融进去 很可能我本身拍一遍就变成一个美猴王 我们魔术都可以做到嘛 那么现场变的话 我觉得跟孙悟空其实要变 这个技能也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想节目一定要好看 还要遵循名义 但是我会用自己的一些想象 和我们导演组的一些设想融在一起 娱乐梦场北京独家财运方报道 大家曾经叫我胡总 我特别不习惯 我甚至还是觉得大家叫我炮哥比较习惯 雨拳组合中的胡海拳 一直是演艺圈明星老板中的典范 在过去的六年多时间里 由他创立的海拳基金 一共投资过几十家企业 最近他更是要全力进军影视文化产业 好友宇凡 韩红纷纷赶来捧场 还顺便谈了个合作 我觉得未来的内容平台很重要 我一定会给你提供最好的内容 只要你今天好的项目一定跟我分享一下 只要你肯打钱 尤其是扶持中国民族音乐 扶持中国原创音乐 我也希望胡宗明不急 把眼睛放在更多的新生产业当中 你别忘了你还是个音乐人 所以音乐人这个行业 还是需要你的扶持 对于变业的情况 谢谢老板 欢迎广告回来 这里是娱乐梦工厂 大家好 我是杰妮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好声音大来宾 他们是XL组合夏恒和罗景文 欢迎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夏恒 哈喽大家好我是罗景文 我们是XL 话说你们两兄弟好像有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做客了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最近比较近的是上海的这个演唱会 对1212 是那还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12月5号的鸿刊 香港鸿刊演唱会 那这一场很特别的演唱会 因为对于歌手来说 不要强化 歌手来说鸿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 对这次作为也是我们两个作为组合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 对 以往都是我们自己单拼 对这次是作为组合的 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历程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快2015就要结束了嘛 二位也是要大一岁了 马上就要迎来了2016年 所以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想要总结一下 顺便也对2016有一个技遇 我觉得2015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那我们从组合诞生到作品的录制 当即将问世 都是在2015 这个很重要的一年 然后我们在2015年共同经历了专辑的制作 然后我们还去了米兰 然后还去了香港 就是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行程 对 那对于2016年 我们也是期待XL会有更好的发展 那今天也要感谢夏恨和罗景文的分享 那在说再见之前呢 要麻烦二位和我们一起送出一项福利了 就是大光明电影院的电影兑换券了 爱看电影的小伙伴们 这些年过的爱算后 只是疲倦的时候 向你们怀抱 如今岁月染白 爱你们发售 剩下的日子已越来越熟 我们想要这个 这就是年创的夜 我们下期再见